一物刻一物 十二生肖最怕与谁在一起 大家好,我是莫莉芬芳 十二生肖都有自己的特长 比如,鼠鼠人,聪明吉林 鼠牛人,吃苦耐劳 鼠马人,乐观积极等 这些特质都是他们出色的地方 不过,人们都说一物刻一物 十二生肖也有各自受不了的人 但是,也正因为生活中 要经常和这些彼此 可能和不来的生肖碰撞 才让来世间磨练的我们 心性能更上一层楼 那么,十二生肖最怕跟谁在一起呢? 一,生肖鼠 生肖鼠人,不管是在哪些方面 表现都是非常优秀的 为人聪明吉林,头脑灵活 又有自己的打算 从小就能表现出优秀的一面 在家长和老师面前 都能获得很多的关注 能早早就体会到 众星捧月的成就感 就算出了校园 他们在职场上也很吃得开 与领导同事的关系 都能处理恰当 那么,鼠鼠人最怕的是什么生肖呢? 一,生肖马 当鼠鼠人遇到鼠马人之后 鼠鼠人不足的一面 很快就会暴露了 鼠马人也是非常活跃积极的一类人 在人群中 众人很容易被他们的活跃感染 这样一来 鼠鼠人的光芒就很容易被遮盖了 而且,鼠马人大方爽朗 在很多事情上不拘小节 而鼠鼠人虽然乐观积极 但是很有自我意识 不喜欢被触碰隐私和利益 做事也谨慎 这样一对比 鼠鼠人的格局也显得更小了 所以,鼠鼠人遇到鼠马人 往往会遭受很多的失利 而鼠马人精力充沛 情绪饱满 鼠鼠人在这一点上 也是比不上鼠马人的 所以,遇到这样战斗值满满的马对手 鼠鼠人自己也会觉得力不从心 自然是能躲则躲了 二,生肖兔 生肖兔也是鼠鼠人比较害怕的一个生肖 这个主要是两个人都太像了 刚开始的时候 两人可能都会被对方的气质所吸引 但深入接触之后会发现 两个人都无法走进对方的内心 鼠鼠人虽然心思细腻 为人轻逊有力 但是在隐私方面 鼠鼠人和鼠鼠人都是比较敏感又谨慎的人 久而久之,两个人都不坦承 隔阂就会越来越多 如果两个人是同事关系的话 鼠鼠人是不乐意与鼠鼠人共事竞争的 因为两个人都太会扮猪吃老虎了 总是看不到对方想要做什么 也不知道对方的实力有多少 自然是整天都会不安了 团队合作的话 鼠鼠人和鼠鼠人也很难认同对方的观点 合作也会不愉快 如果两个人是情侣夫妻关系的话 鼠鼠人可能会面对鼠鼠人24小时的察感 时时需要面对他们的不安感 久而久之,就算在相爱 也会丧失热情 3.生肖鸡 鼠鼠人遇到鼠鼠人就好比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 鼠鼠人也是口齿伶俐的人 但是遇到鼠鼠人,他们也是逼之不及的 鼠鼠人爱说 也非常能说 鼠鼠人会被他们绕得不厌其烦 而且鼠鼠人是欲强则强 若是对方有一点表现不满 他们会直接进入斗鸡状态 逮着你不放 鼠鼠人却是欲强则弱的人 遇到这样暴走的鼠鼠人 鼠鼠人自然只能落荒而逃了 鼠鼠人若是遇到鼠鼠人的上司或同事的话 工作都不会太顺心 因为整天都要提心吊胆 根本无暇顾忌太多 财运被克制 事业也会被强压一头 有气还无处嗓 很是憋屈 要想取胜的话 只能多动动小心思了 与致取胜 若是两个人是夫妻或情侣关系的话 鼠鼠人也常是被压的一方 经常容易因为琐事吵架 生活很不安稳 生肖牛人常给人憨厚老实 埋头苦干与事无争的印象 而且在人们的印象中 向来老实以何为贵的鼠牛人 很少与人发生冲突 自然也很少有争锋相对的敌人了 其实鼠牛人的战斗力也是很强的 不过他们也有害怕的对象 那么鼠牛人最怕的是什么生肖呢 鼠牛人为人低调 做事有规划和打算 比较固执于自己的想法 在做事情方面 按部就班 很少会主动随意的变动职业 可以说他们坚持如一 也可以说他们手就不知变通 但是对于鼠牛人来说 这就是他们非常喜欢的状态 鼠牛人在求财的时候 也不喜欢高风险的投资 在他们看来 只要能有稳定的收入 他们就很能满足了 鼠牛人的整体状态 都是比较无欲无求 云淡风轻的 但是遇到鼠龙人 他们的宁静就容易被打破了 鼠牛人虽然有自己的主见 但是当他们遇到 比自己强大的人时 是很容易被对方说服的 鼠龙人就是这样的存在 鼠龙人气场强 学是渊博 主要的是 他们天生的领导力 能让鼠牛人 不自觉的幸福和跟从 如果鼠龙人有意欺骗 或者破坏的话 鼠牛人是非常容易上当的 不仅稳定的事业被对方破坏 财运方面也会连连失利 所以吃过几次亏之后的 鼠牛人遇到鼠龙人 自然是避之不及了 2.生肖羊 生肖牛在生肖羊面前也是比较吃亏的 因为鼠牛人做事是讲究脚踏实地的实干派 只要确定一个目标 他们就能一步一步 老老实实地把事情做好 不喜欢走捷径 但是在鼠羊人这里就不一样了 鼠羊人的精力和耐力都比不上鼠牛人 所以靠比体力的话 他们肯定是拼不赢鼠牛人的 但是鼠羊人好动脑筋 比起老老实实出力干活 他们更喜欢靠自摩取胜 老实巴交的鼠牛人自然斗不过他们的 而且鼠羊人也喜欢从鼠牛人这里夺取利益 让鼠牛人防不生防 如果两个人是同事关系的话 鼠牛人往往会被鼠羊人夺取不少工作成果 影响个人的职业发展 而且鼠牛人满不堪身的性格 也会让鼠羊人变本加厉 如果两个人是夫妻或情侣关系的话 鼠牛人容易被鼠羊人的花言巧语蒙骗 浪费一腔真心 还可能会因为感情之事破财耗财 所以意识到真相之后的鼠牛人 面对鼠羊人也是心有余悸的 三 生肖狗 生肖狗人与生肖牛人都是比较稳重的人 那为什么鼠狗人会是鼠牛人害怕的对象呢 只要是这两个人遇到一起 性格都会变得比较急躁 他们平时虽然讲究以和为贵 但是凑到一起就是容易冒火 互相看不惯对方的做事风格 又各自固执于自己的想法 最后往往就是两个人在此抗互不退让 若两个人是在一起共事的话 结果往往是 在前期两个人就打得不可开交 谁也不服谁 事业很难顺利开展 中间坎坷不断 到最后还会为了功劳和利益相争得不偿失 所以为了储存自己的实力 遇到这样一个劲敌的时候 鼠牛人也还是能躲则躲吧 三 生肖虎 生肖虎一直给人的印象是 性格刚强 勇猛 气场强大 有威慑力 这样一个强者形象 是很多人对他们心生畏惧的原因 其实再强大的鼠虎人 遇到这几个生肖 他们也会束手无策 避之而唯恐不及 那么 鼠虎人最怕的是什么生肖呢 一 生肖虎 鼠虎人气场强大 气势足 天生具有威势 敢闯 敢坐 所以在事业上 往往比其他人更容易获得成功 他们向来以实力取胜 是不屑于说一套做一套的 其实在鼠虎人这里 鼠虎人其实是不足以 引起他们的重视的 那为什么说生肖虎人 会成为鼠虎人害怕的对象呢 主要是鼠虎人太能闹疼了 生肖虎人心思灵活 有计谋 点子又多 所以他们安分的时候 会是团队里非常好的智力担当 但是如果他们动起脑筋来的话 往往会被他们算计了 还后知后觉呢 而且鼠虎人气性高傲 也是不甘居于人下的人 喜欢挑战权威 尤其在鼠虎人面前 更是喜欢挑战他们的威严 具有不安分的心理 鼠虎人虽然勇猛 但是在魔略上是比不上鼠猴人的 俗话说 老虎不在家 猴子称大王 所以面对时刻在你身边闹疼 而自己又很难摆脱的人 鼠猴人自然会倍感难受 除了圣像猴这样一个智囊团 令鼠虎人头疼之外 还有一个令鼠虎人感到害怕的人 那就是圣像蛇 圣像蛇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都是高冷神秘的 看似对什么事情都不太上心的他们 一旦认真起来的话 也是很令人恐惧的 如果说鼠猴人是名腔的话 那鼠蛇人就是一般 常在暗处的利剑 鼠猴人对鼠虎人的挑衅 是可以看到的 他们或许会直接的言语挑明 或许会明明白白的 用行动来表示自己的想法 进攻意识很明显 鼠虎人尚且还能招降 而鼠蛇人则不同 他们的破坏是暗中进行的 正所谓名腔一挡 暗箭难防 而鼠虎人又是亦怒亦躁的人 冲动起来时 往往在不知不觉中 就得罪了鼠蛇人 加上鼠蛇人本身也看不惯 鼠虎人作威作福的高调做派 那么动起手来就更加狠了 而且鼠虎人也很难抓到他们的把笔 往往只能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所以遇到鼠蛇人这样的对手 鼠虎人自然要小心为上了 三 生肖猪 生肖猪也是令鼠虎人感到头疼的一个生肖 他们遇到一起共事或生活的话 鼠虎人总是需要帮助鼠蛇人处理一些突发的意外情况 而劳心劳力 因为鼠蛇人做事 做人都太喜欢随遇而安了 但并不代表生活会一帆风顺 加上他们缺乏强大冷静的心理 陷入困境时往往会守足无措 只能求助身边的人了 而鼠虎人又喜欢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遇到鼠蛇人的请求 自然不会放任不管 久而久之 鼠蛇人就会对鼠虎人产生依赖心理 习惯性的把烂摊子扔给他们 此时鼠虎人再拒绝的话 也很难说出口了 对于如牛皮糖一样的鼠蛇人 鼠虎人心里也是有苦难言 4.生肖兔 生肖兔人聪明机灵 为人谦虚 因为自身精力和实力的不足 在很多时候 他们都不喜欢与人争斗 做事以和为规 遵守规则 所以他们在团体中 往往是保持中立的那群人 也因此不管是在工作上 还是在生活中 他们都很少数敌 不过他们也有害怕的人 这些人会给他们带来很大压力 所以鼠兔人向来是能避就避的 1.生肖鸡 从生肖命理来看 生肖兔与生肖鸡是一对相葱组合 毛友相葱 这是对两个人的发展 都很不好的一种格局 生肖兔遇到生肖鸡 最明显的表现 就是两个人会冲突不断 生肖鸡的性格是比较活跃 甚至激进的 很有热情和斗志 喜欢高谈阔论地 谈论自己的目标 而鼠兔人在很多事情上 都喜欢三思而行 追求稳妥 为了不面临失败的结局 他们会非常的小心翼翼 属于保守的一派 所以两个如果在一起共事的话 节奏很难调和 一个快 一个慢 谁都不愿意迁就谁 鼠鸡人看不惯鼠兔人胆小的样子 而鼠鸡人在鼠兔人眼里 也是只会纸上谈兵 吹嘘自己的人 所以谁也不服谁 一来二去的矛盾 战争免不了要升级 而鼠兔人会成为落败的一方 也是因为他们的经历实在比不过鼠鸡人了 所以一旦爆发矛盾 鼠兔人会被压制得非常惨 如果两个人是情侣夫妻关系的话 鼠鸡人在鼠兔人面前也会非常强势 所以鼠兔人一般不愿意去面对鼠鸡人 能躲则躲 二 生肖鼠 鼠兔人在鼠鼠人面前也是压力比较大的 从命理运势来看 生肖鼠与生肖兔是一对相形生肖 容易给对方的运势带来不好的变化 轻折事业受挫才运受损 严重的话可能会因为对方而遭遇意外伤害 受对方牵连惹上刑罚官非等 而在流年不利的时候 受伤比较重的往往是鼠兔人 鼠鼠人与鼠兔人的矛盾 更多是来自事业方面 这两个人都是善用致魔的人 头脑灵活 这两人对于自己的利益都是比较看重的 所以两个人在一起很难真正的交心 而鼠鼠人在事业和求财方面 比鼠兔人更懂得专赢 所以如果两个人合作共事的话 鼠兔人的很多资源 往往会受到鼠鼠人的限制 利益到手较少 有时还可能要为鼠鼠人背黑锅 在吃过几次亏后的鼠兔人 自然和鼠鼠人格格不入 生肖兔在生肖龙面前也是比较难生存的 因为两个人的实力实在是太悬殊了 鼠龙人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的成就 鼠兔人可能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才能达成 所以鼠兔人在生肖龙面前向来都比较自卑 而鼠龙人天生的强大气场 也会让鼠兔人不自觉的就心生胆怯 如果两个人是夫妻关系的话 鼠兔人基本是温柔服从的那一方 如果是同事关系的话 鼠龙人高调自信的表现 会把鼠兔人的光芒掩盖 鼠兔人本身就不善于争取 久而久之 在职场中只会越来越缺乏存在感 而这一退缩的结果 只会让鼠龙人夺取更多机遇 所以哪怕是作为鼠龙人的上司 鼠兔人的威信 也是不足以振折鼠龙人的 不过两个人倒不至于关系紧张 很多时候鼠龙人还是很照顾鼠兔人的 对于鼠兔人来说 最重要的是多加强自己的实力和信心 不然和鼠龙人站在一起时 真的很难有出头之日 5.生肖龙 龙作为我们民主文化的图腾 向来被摆在至尊的位置 作为十二生肖唯一 一个神话动物存在的生肖龙 它们的存在也是非常耀眼的 生肖龙人一直也给人一种强者的印象 但一物降一物 生肖龙也是有害怕的人的 那鼠龙人最怕什么生肖呢 1.生肖狗 生肖狗人做事耿直 为人诚信忠厚 尊守规则 非常公平公正 在他们眼里 是很难容得下沙子的 这样的鼠狗人 如果能和他们友好相处的话 能够在他们的影响独处下 自己也会变得更加优秀 作为同事或朋友的话 鼠龙人内心对鼠狗人 还是很敬重的 因为鼠龙人有时候 形式比较乖张出格 而鼠狗人会在一旁 实时提点约束 给予他们可行的建议 作为良事义友一样的存在 所以鼠龙人在鼠狗人面前 也会比较收敛 鼠狗人看似做什么都默默无闻 但他们也不是好惹的人 都说咬人的犬不废 毕竟能让鼠龙人都感到害怕的人 自然也是有他们强大的地方 鼠狗人在不触及他们利益的情况下 是很好相处的 但是若是触及他们利益的话 是绝对不会轻易作罢的 他们会紧盯着敌人不放 哪怕在自己能力不足的情况下 他们也不会轻易认输妥协 所以如果是作为对手关系存在的话 鼠龙人面对鼠狗人 还是需要耗费不少精力的 2.生肖牛 生肖牛人向来以稳重固执的风格形式 在工作中喜欢按部就班 遵循传统方式 对于创新方面的能力稍显不足 他们在自己的事情上很有主见 所以有时候会听不进别人的建议和意见 而且鼠牛人喜欢在一些小事上钻牛角尖 有时候热情上来时 常不管不顾的冲动做事 缺少完整的计划 所以常常会因为自己的一头热而壮难强 在鼠龙人眼里 鼠牛人这样莽撞的个性是非常令他们头疼的 两个人在一起共事的话 两个人的节奏也总是处于错位的状态 当鼠龙人喜欢挑战传统时 鼠牛人硬要坚持自己 当鼠龙人想要稳妥一点的时候 鼠牛人又一腔热血的往前冲 而且两个都是比较自我的人 脾气一上来自然也会谁也不服谁 谁也不肯向对方低头 很难进行有效沟通 所以尽管强势如鼠龙人 面对鼠牛人的牛脾气也是非常气得牙痒痒的 鼠龙人一般是不愿意与跟自己同属相的人相处玩耍的 毕竟自己太了解自己了 自然也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两个强者在一起 要么强强联手合作共赢 要么就是两败俱伤 鼠龙人性格里有高傲的一面 要想让他们臣服于别人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避免折损自己的实力 鼠龙人一般也不愿意同鼠龙人对上 四 生肖兔 生肖兔在生肖龙人眼里 其实是不足以为惧的 因为两个人的实力太过于悬殊了 鼠龙人追求更高的财富和荣耀 而鼠兔人更乐意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安分过日子 那为什么鼠龙人也会害怕鼠兔人呢? 实在是鼠兔人太会卖惨了 两个人若是有什么矛盾的话 鼠兔人甚至能做出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戏码 鼠龙人是欲强折强的人 碰到鼠兔人这样的操作也是狠不下心来的 所以除了避着还能怎么办呢? 六 生肖蛇 可能大家对蛇的印象都不太好 连带着对生肖蛇也会有一些不好的观感 所以生肖蛇人给很多人的印象 都是冷静、冷酷、自私、神秘、危险、有仇必报等等 其实在外人眼里不能随便惹的生肖蛇人 也有他们害怕的东西 那蛇生肖中鼠蛇人最怕什么生肖呢? 一 生肖猪 在蛇生肖中 生肖蛇和生肖猪是一对命理相冲组合 两个人是天生脾气不和 互相都看不惯对方的 鼠蛇人是外冷、内冷的人 很多事情和情绪都会埋在心里 所以外人看不透他们想什么 而鼠猪人则是外热、内冷的人 他们虽然有自己的独立世界 但是在与外人交往时 他们又会表现得非常活跃和积极 特别喜欢时不时去逗鼠蛇人 而在鼠蛇人眼里 这样的行为就是虚情假意两面三刀 所以不管是在工作上生活中 这两个人的关系看似热闹 但都不会太密切 而鼠蛇人自然避开鼠猪人的原因 往往就是鼠猪人太会伪装了 虽然鼠蛇人也是伪装高手 但他们一般宁可选择拒绝交流方式 而鼠猪人则不同 什么时候都习惯笑脸相迎 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 鼠猪人对谁都刻刻气气 无欲无求的 而多疑敏感的鼠蛇人 总会忍不住揣测 鼠猪人是不是别有所图 所以在看不透 鼠猪人真实想法的情况下 鼠蛇人实在不敢信任鼠猪人 也不愿意与鼠猪人待在一起 二 生肖虎 生肖蛇人对到生肖虎人 像的也是只能靠智慧取胜 若是硬碰硬的话 那就只有认输的份了 两个人日常其实也没什么矛盾 不过一旦碰到工作上的事情 两个人就很容易爆发矛盾 因为鼠虎人性格强势 做事有一腔热血 很少会在乎后果是什么 冲动莽撞 而且鼠虎人一旦行动起来 就很难听得进别人的意见 比较独断专行 所以最后往往事业一波三折 而鼠蛇人就不一样了 鼠蛇人做事周密 喜欢计划的条理清晰 不喜欢打没有准备的仗 而且在行动之前 还会评估风险及计算后果 所以鼠蛇人是很怕 与鼠虎人一起合作的 鼠虎人还会给鼠蛇人压力的地方就是 鼠虎人很少会顾及别人的心情 说话做事 鼠虎人都不喜欢拐弯磨脚 有一说一 说鼠虎人耿直也好 说他们情商低也好 总之 他们很少会顾及别人的面子 所以常常会让习惯伪装的鼠蛇人下不了台 有了几次尴尬的体验之后 鼠蛇人实在是很难与鼠虎人同行了 二 生肖猴 生肖猴和生肖蛇之间的矛盾 一般在家庭里更容易爆发 比如父母与子女 夫妻之间 兄弟姐妹之间 家中有这样的组合在的话 一般都不容易有和谐的环境 鼠蛇人内向孤僻 就算是亲人之间 他们也很少会去关注 也不想得到别人的过分关注 而鼠猴人虽然性格活跃 平时看起来不靠谱 但他们也是很关注团体的 重视家庭的完整 喜欢温馨的氛围 看到鼠蛇人这样 自然是会忍不住责备的 要么就经常去拉拢鼠蛇人 鼠蛇人怕的就是鼠猴人的唠叨了 7 7.生肖马 生肖马人为人大方爽快 有合作精神 所以与他们不合的人 还是少数的 不过世上总是一物降一物 鼠马人性格大大咧咧的 也有害怕的对象 从生肖来看 生肖马人最怕什么生肖呢 1.生肖鼠 在生肖秘理来看 生肖马和生肖鼠 是一对相冲组合 两个人是天生的不合 这两个人遇到也是针尖对立 只要有机会就会杠上 任何小事他们都可以争吵起来 鼠马人和鼠鼠人两个都是爱动脑 善魔化的人 什么事情都能打算得很好 鼠鼠人往往在经商方面很有头脑 而鼠马人在执行力方面 则做得比鼠鼠人好 其实两个人如果能合作得好的话 是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的 问题就在于 两个人谁也不肯吃亏 又都不愿意服从对方的管束 所以最后往往一拍两散 在平时 鼠马人还真是不会畏惧鼠鼠人的 但若是遇到流年不利的时候 鼠马人就完全会被压制 鼠马人在鼠鼠人这里会讨不到一点好 连带自己的事业残运也会被掠夺 收益明显减少 而两个人又太有精力了 对上就不肯罢休 所以在自己诸事不顺的情况下 鼠马人会在鼠鼠人这里吃大亏 若是两个人组建家庭的话 也是容易矛盾 争吵不断 鼠鼠人不时的多疑善度 斤斤计较 令鼠马人头疼不已 二 生肖牛 生肖马人拥有一个放荡不羁爱自由的灵魂 做起事情来也是展现出他们活力充沛的一面 他们总是有各种天马行空的想法 每天都想要有新鲜的体验 鼠马人不喜欢一成不变的生活 也不喜欢按部就班的工作 如果让他们整天待在同一个环境里 估计自己也能逼疯自己 而鼠牛人就不一样了 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忍耐和坚持 做事也喜欢一板一眼 所以鼠牛人在鼠马人眼里 一直都是无聊无趣的代表 两个人如果是作为情侣的话 是很难长久的 鼠马人每天都有用不完的精力 用来给自己创造乐趣 而鼠牛人往往都是不参与也不回应 若是鼠马人提出要求的话 鼠牛人还可能会爆发自己的牛脾气 实在是令鼠马人又气又恨 两个人如果在一起共识的话 鼠牛人和鼠马人都是很有主见的人 做事风格又天差地别 很难协调想法 而鼠牛人固执起来往往游言不尽 所以遇到这样的鼠牛人 鼠马人除了气得跳脚也是无能为力了 三 生肖兔 生肖兔会给鼠马人带来压力的表现 主要是在感情方面 这一对是很明显一动一进的组合 但是要达到平衡却不容易 生肖兔人对爱情是带有浪漫的 憧憬和幻想的 向往甜蜜戏剧化的爱情体验 就像童话故事里的王子和公主一样 有着命运般的相遇 罗曼提克式的相处 最后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鼠兔人遇到鼠马人的时候 是能够感受到爱情的甜蜜的 鼠马人也能在鼠兔人 小心思里感受到爱情的甜蜜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个人的激情逐渐退去后 鼠兔人会希望和爱人有安稳的归宿 而鼠马人自有不及惯了 所以鼠兔人的温柔和关注 在鼠马人眼里都成了约束的枷锁 束缚着他们 所以一旦鼠马人陷入这样的心态里 对鼠兔人就会避而远之了 鼠兔人在十二生肖中 向来以温养、谦逊、博学的风格为人所知 他们是一群对个人素质要求比较高的人 喜欢其乐融融的环境 所以他们平时不喜欢与人发生冲突 不过只要是人就有喜怒哀乐、爱恨怨对 鼠兔人也是有畏惧的对象的 那么在十二生肖中 鼠兔人最怕什么生肖呢 一、生肖鼠 生肖鼠在鼠兔人这里的印象一直都不太好 两个人矛盾最集中的还是在事业工作上 鼠鼠人在做事过程中 总爱展露自己的小聪明 虽然他们总能想出挣钱的好创意 但是在实行起来的时候 鼠鼠人总会急功近利或者贪图小利 以至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而且鼠鼠人对于金钱看得比较重 所以有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难免会做出一些有损别人利益的事情 这在鼠羊人看来是非常不道德的 鼠羊人做事则喜欢按规矩来 不喜欢使那些手段 但是他们又无法规劝鼠鼠人 加上这两个人本来就是十二生肖中的一对 命理相害的组合 两个人在一起 总会有一方的利益受到损害 鼠羊人不愿意与人相争 自然是倒霉的时候居多 所以鼠羊人还是很不愿意与鼠鼠人共事的 他们心里也害怕哪天就被鼠鼠人拉上贼船 或被鼠鼠人给设计陷害了 在十二生肖中 鼠羊人和鼠牛人是一对命理相冲的组合 意味着冲突和矛盾不断 轻则影响个人事业和财运 利益受损 重则对整个的人生阶段造成破坏 两败俱伤 所以鼠羊人一般是不愿意与鼠牛人对上的 在日常中的话 如果鼠羊人和鼠牛人是夫妻情侣关系的话 鼠羊人倒是很欣赏鼠牛人的踏实和稳定 还有鼠牛人顾家 爱家责任感强的性格 也能令鼠羊人刮目相看 不过利鼠羊人无法忍受的是 鼠牛人大男子主义的一面 加上他们总是把重心放在工作上 不懂得风花雪月的浪漫 所以相处久了 会令鼠羊人觉得自己不受重视 痴心错夫 两人如果是处于上下级 或者前后辈的关系的话 鼠羊人在鼠牛人面前就会特别收敛 两个人不会存在多大的矛盾 只不过鼠羊人做事容易犹豫不决 缺乏动力和勇气 难以长久坚持 容易悲观消极 所以时常会有逃避的心理 而这个时候 鼠牛人会不厌其烦的在旁边监督鼠羊人 让想要退缩的鼠羊人无处可躲 而且鼠牛人还喜欢强制别人走自己规划的路线 这一点也是让鼠羊人感到非常烦闷的 所以每当鼠羊人面对一些选择的时候 他们总希望能躲开鼠牛人的视线 生肖羊在生肖狗面前也是属于被压制的那一方 加上两个人脾气天生不和 所以在工作上或是在生活中 两个人的关系都不太友好 鼠狗人对自己的利益也是寸步不让的 所以如果鼠羊人不小心得罪了他们的话 会被鼠落得很惨 加上两个人命理相行 动辄有官非纠纷 所以在自己流年不利的时候 鼠羊人还是要小心避开鼠狗人 以免惹上官司 9.生肖猴 生肖猴的人是很机智的 他们的魔力很多 能够运用在工作中 所以工作能力是非常强的 鼠猴人有一个比较致命的缺点 就是做事不够坚持 很容易产生懈怠的情绪 眼光比较短浅 在努力一件事的时候 如果坚持了一段时间 没有看到结果 就会产生放弃的念头 这种性格会阻碍他们的发展 不过随着年纪的增长 鼠猴人会逐渐意识到坚持的重要性 会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所以各方面运势也会有相应的提升 鼠猴人是很有才华的 他们适合的行业和领域很多 只要能够坚持去努力 一般都能有不错的业绩 是很容易取得成功的人 生肖猴之人只要能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 都会努力去做出改变 是很有上进心和抱负的人 但是在消费方面 鼠猴人则非常超前 没有太多的规划 那么在十二生肖中 鼠猴人最怕什么生肖呢 生肖猴本身是比较有计谋的人 他们经常会想出一些有用的建议 给公司和企业带来很大的收益 生肖猴之人也非常优秀 但是相对而言 他们比生肖猴逊色不少 这就导致鼠猴人对鼠猴人产生敌对的情绪 如果两人一起共事的话 生肖猴会在背地里诋毁鼠猴人 也会故意施加一些压力 设立一些阻碍 影响鼠猴人的发展 鼠猴人一向大大咧咧的 对于鼠猴人的恶意 虽然表现得很不屑 其实内心还是有所忌惮的 为了自己的前途和发展 鼠猴人都会刻意远离鼠猴人 不与他们接触太多 以免自己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二 生肖猪 生肖猴与生肖猪都是非常乐观豁达的人 但是他们之间很难有交集 因为两人的观念差异很大 鼠猴人属于享乐主义 对于未来没有太多规划 在消费方面不是很懂得节制 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东西 即使经济能力有限 也会尽力去满足自己的需求 而生肖猪则是非常节约的 懂得开源节流的道理 在生活中不浪费一分一毫 非常懂得为以后做打算 如果两人在一起 生肖猪很看不惯生肖猴的消费理念 所以会干涉鼠猴人的生活 希望能够让鼠猴人做出改变 鼠猴人的叛逆心是很强的 他们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人管束 但他们又没有办法去距离力争 只能暗自神伤 所以生肖猴是非常害怕生肖猪的 他们担心自己的生活被生肖猪打乱 所以不喜欢与生肖猪接触 无论是谈恋爱还是交朋友 鼠猴人都会尽量避开鼠猪人 10.生肖猪 鼠猪人有着非常灵活的头脑 思路很清晰 洞察能力也非常强 能够洞悉别人的想法 并且投其所好 来提升自己的贵人运势 鼠猪人的情商很高 但是脾气有时候会有些急躁 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 很容易因为情绪不稳定而得罪别人 不过鼠猪人的姿态是很低的 当他们做错事情或得罪他人之后 会积极的道歉 所以在很多时候 鼠猪人能够得到他人的理解和体谅 生肖猪在工作中的能力很强 他们性格强势 占有欲强 希望自己能够占据主导地位 别人都能听从自己的安排 但是在十二生肖中 鼠猪的人最怕什么生肖呢 一 生肖蛇 生肖鸡与生肖蛇的性格截然不同 生肖鸡之人比较直观 性格泼辣 有什么说什么 从来不会去隐藏自己的内心想法 虽然鼠猪人有时候言辞比较犀利 但是心眼并不坏 是非常值得结交的人 生肖蛇之人则比较沉稳内裂 外表冰冷 不喜欢与陌生人相处 鼠猪人是比较缺乏安全感的人 为了不受到他人的伤害 总是把自己伪装起来 不愿与他人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 在鼠猪人看来 鼠猪人太过于沉闷阴冷 与鼠猪人在一起 会让鼠猪人感到浑身不自在 两人之间的关系很淡漠 很难成为朋友 即使是恋人关系 感情也不会长久 总是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 分到扬镳 鼠猪人在生活中是比较怕鼠舌人的 因为他们无法感知到 鼠舌人的内心想法和感受 会担心鼠舌人在背地里伤害自己 所以一般会看到 生肖鸡从来不会去招惹鼠舌人 生肖鸡和生肖狗的性格差异很大 虽然两个人的头脑都很清晰 但是在很多事情上无法达成共识 而且两人都是立场坚定的人 不会轻易做出改变 鼠猪人对生活的要求很高 事事追求完美 而生肖狗则对生活的要求比较低 只要生活过得去就行 没有必要给自己施加太多的压力 生肖鸡与生肖狗的个性都很强烈 如果两人遇到一起 会互相看不惯对方的处事态度 在言语上容易产生争执 甚至会出现肢体上的冲突 鼠鸡人虽然能够表面不显露 对鼠狗人的敌意 其实内心对鼠狗人还是有恐惧心理的 所以会尽量远离对方 只要有鼠狗人在的场合 鼠鸡人都会选择低调 不去招惹他们 以免给自己造成不好的影响 鼠鸡人是非常聪明的 他们知道鼠狗人的利害之处 所以很多时候都会避免自己受到伤害 不给自己造成麻烦 生肖狗之人做事很有原则 是非常积极向上的人 从来不会做出投机取巧的事情 所以熟悉他们的人都会给予很高的评价 属狗之人正直厚道 对待朋友真诚友善 忠诚守信用 只要是答应别人的事情都会努力去做好 也会给别人一个最好的交代 所以在人际关系中 鼠狗人的人缘是很不错的 鼠狗人性格比较倔强 在很多人看来有些固执己见 因为只要是自己认定的事情 无论别人怎么劝说 他们都不会轻易做出改变 因此鼠狗人因为性格方面的原因会吃亏不少 不过随着年纪的增长 鼠狗人的心态会发生些许变化 不会再坚定目移地认定自己的想法 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让步和妥协 这样的改变会让鼠狗人的整体运势有很大的变化 都会向着好的方面发展 那么在十二生肖中 鼠狗的人最怕什么生肖呢? 一 生肖虎 生肖虎平时比较严肃 不苟言笑 对人对己的要求非常高 他们的事业心很强 希望能够在事业上取得一定的成就 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得到他人的尊重和认可 生肖狗之人比较老实 他们对于成功没有太强烈的欲望 所以平时在鼠虎人看来 鼠狗人有些不思进取 生肖虎非常看不惯鼠狗人的人生态度 也不屑与对方有过多的交集 如果两人在一起的话 彼此之间没有共同话题 气氛经常会搞得很尴尬 因为鼠狗人很讨厌这种尴尬的场合 所以会尽量远离鼠虎人 尽最大可能的不与鼠虎人在一起 二 生肖鼠 生肖鼠之人是非常聪明的 洞察能力很强 很懂得去猜透别人的心思 所以在鼠狗人眼中 鼠鼠人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鼠鼠人很容易就能猜透 鼠狗人的心思 这就导致鼠狗人非常没有安全感 如果两人在一起 之间的关系会很紧张 因为鼠鼠人总是能够猜透 鼠狗人的内心想法 而鼠狗人却不知道鼠鼠人在想什么 这就会让鼠狗人感到压抑无奈 仿佛没有一点隐私感 因此鼠狗人非常抗拒与鼠鼠人在一起 三 生肖鸡 生肖狗与生肖鸡也非常不合 只要在一起 就会很容易发生矛盾和争执 鼠鸡人的言辞非常犀利 巧舌如簧 即使自己不占领 也能说得天花乱坠 这让本身就木讷的鼠狗人感到非常无奈 因为在论理方面 鼠狗人完全不是鼠鸡人的对手 所以会常常因此吃亏 鼠狗人在这方面挺怕鼠鸡人的 所以在很多时候 鼠狗人都尽量不去招惹鼠鸡人 因为自己站不到上风还会倒大霉 十二 生肖猪 生肖猪为人随和率性好相处 心思细腻的他们往往比别人更早的看透生活的本质 所以面对很多事情他们都不会特别认真 在别人眼里 会觉得他们是宠辱不惊 其实只是鼠狗人懒得计较而已 他们是最喜欢随遇而安的一群人 不过就算他们向来追求岁月尽好 但是遇到一些生肖时 也会有害怕的心理 生肖猪人最怕什么生肖呢 生肖猪在鼠猪人这里 向来被化为近而远之的一类人 都说未知的才是最可怕的 鼠猪人在鼠猪人眼里 就是那未知的神秘 让人难以琢磨 鼠猪人看似性格温柔 但他们是非常注重隐私的一类人 在与人交往时 喜欢保持一定的距离 如果不是他们主动接纳 外人一般很难进入他们的世界 就算是跟他们相似多年 也无法真正看透他们的真实想法 而鼠猪人虽然也是内在世界 很独立的一类人 但他们也是一个非常缺乏安全感的人 相处一定时间 就会习惯和依赖别人 外人也很容易能窥探他们的内心 所以当鼠猪人遇到鼠舌人时 鼠猪人时常会被鼠舌人的 冷漠伤道 因为鼠猪人感觉自己不管怎么做 鼠舌人似乎都不会把真实的想法透露出来 作为爱人的话 鼠猪人内心时常会有一种无力感和不安感 作为同事或普通朋友的话 鼠猪人也害怕鼠舌人深沉的心思 而且生肖猪和生肖蛇 也是一对相冲组合 碰到一起总容易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所以鼠猪人是很不愿意面对鼠舌人的 生肖猴人心思灵活 性格活跃 回点子多 在任何场合都能玩得开心 朋友又多 所以身边总是很热闹 刚开始的时候 鼠猴人在鼠猪人这里 还是有很好的形象的 因为鼠猴人外向的性格 能够给鼠猪人很好的亲近感 鼠猪人自然会很喜欢有这样一个能陪着自己玩乐的人 所以会很快就把自己的信任给出去 而鼠猪人与鼠猴人决裂的原因 往往就是因为鼠猪人对他们太过信任了 不设心防 鼠猴人实在不是一个会长久安分的人 一旦发现鼠猪人对自己的放松警惕 他们就会活跃起捉弄的心思 所以鼠猪人时常会被鼠猴人设计作弄 如果是朋友的话 两个人的关系很快就会结束 如果两人是同事或竞争关系的话 鼠猪人在鼠猴人的狡猾面前 也是频频失利 有的是明目张胆的破坏 有时可能是防不胜防的坑 所以鼠猪人吃过几次亏后 自然会对鼠猴人避而远之 生肖猪人的性格其实是比较矛盾的 一方面 鼠猪人对于人生有一种理想化的追求 比如事业成功 腰残万贯 博彩多学 名阳天下等等 他们对于俗世的成功 也有很深的欲望 而一方面 理性和感性交织的影响下 他们又早早地看透生活的本质 所以又来于争取 安于现状 万事随缘 不喜欢所谓的竞争 所以不管是事业财富 还是感情生活 鼠猪人的表现都比较平稳 没有太大的起伏 而且 他们也害怕失败 不敢随意跳出自己的舒适圈 因此 就在一种矛盾的想法影响下 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成绩 而鼠猪人一直不愿与鼠猪人同行 大概就是有种同性相斥的感觉 两个人在一起 因为能互相理解 但是就是两个人太过了解彼此了吧 所以反而两个人之间有一层隔阂 其实鼠猪人是一种清醒的逃离 不愿意主动改变 但也不想被对方的情绪影响 而因此和对方一起沉浸在现状当中堕落 所以为了不加重自己的负能量 他们宁愿自己一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